原标题 国民党将领特赦后的百位人生 从将军到文人邱行湘 原国民党军少将 永远记得1959年12月4日那天 他拿到了盼望已久的特赦证 作为第一批被释放的国民党战犯 他下一刻的身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七天后 十名获氏战犯 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园 见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你们下一步的志向是什么 周恩来问 志向在这些人看来 原本戎麻红总的抱负 在成为战俘那天就戛然而止 经过十年思想改造他们最想做的 就是杰甲辉田 从此与世无争杜玉民 原国民党军中将 说他要当木匠 杨国焘原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军长 表示他更倾向做一名农民 而秋行湘自嘲有始不完的利器 可以当一名搬运工 你们的志向很好 但别忘了你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 有义务和责任 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以示后人 历史有正面和背面 他不光为胜利者拥有 没有背面也就没有正面 周恩来微笑着说 秋行湘一星人对总理的话颇感意外 又摸不着头脑 周恩来继续说 他打算在全国各省市政协所辖的各个专家会中 增设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在这个委员会下面设立文史专员办公室 你们的职位就是文史专员 身份就是国家干部 周恩来挥了挥手说 从战犯到国家干部 从将军到文人 这样的角色转换让秋行湘们既惊喜又坠坠团 三个月后 周恩来的承诺对写 此时秋行湘已回到南京 每日在江苏省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坐定 第一件事就是阅读文史资料选集 某天读到 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这篇文章时 秋行湘呆住了 作者正是与他分别不到三个月的杜玉明 对于杜玉明来说 促使他完成这篇文章的部分动力 来自陈毅的一句言语 一天杜玉明接到国务院通知 陪同周总 礼宴请英国元帅蒙哥玛丽 席间杜玉明神色名众沉默寡言 周恩来为打破沉默的气氛 向蒙哥玛丽介绍 布玉明先生是我国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战场的最高指挥官 指挥过百万大军呢 蒙哥玛丽突然问杜玉明 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 布玉明愣张了一会儿 随即笑着指向对面的陈毅都送给他了 陈毅没有笑 你哪里有那么大方 你的百万大军是被我一口一口吃掉的 杜玉明一时无言以对 这时周恩来出来打了圆场 不已成败对英雄 布玉明先生从战犯到公民 也不是壮士断腕勇气 事后 杜玉明忍不住向杨博涛发牢骚 陈毅的话我只同意一半 但是 国民党军队 至少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 杨博涛一个劲点头 突然叫起来 你可以把这一段历史写下来 当年你的第五军驻守云南 正是在你的帮助下 蒋介石才吃掉龙云的度 玉明说血就血 连续作战五个夜晚后 两万多字的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完成 杜玉明在结尾这样写道 蒋介石经过这次事件后控制了云南 表面上扩大了地盘 增强了实力 输不了为以后 卢汉在云南通电习义埋下了伏笔 明面上 邱行香为杜玉明的文章感到钦佩 但由于两人分属原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 邱行香暗自叫上了计 不久 洛阳战役蒋军就监禁时写成 邱行香一直对当年孤首洛阳耿耿于怀 这从文章里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一二 我为了防守顾地 持有通天一数 于是 连电蒋介石 迅速由北平空运第五十一个团来洛阳增防 可是蒋介石说 因气候的原因空运困难 最终没有结果 经历文革浩劫作为1960年第二批战犯特赦人员 沈罪原国民党军中将却在此十二进攻 这位原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云南战战长 深得待 立信任 当逮捕他的汽车路过宫德林时 这里已被遗为平地 沈罪此时尚不知道 魏霍社的战犯已经转移 他有些坠坠不安 尚未获设的战犯 看见自己会如何作响 倘若地下有缝 他会钻进去的 清晨时分 汽车驶进了秦城监狱 沈罪被安排在担心 这是专门求进国家级要犯的地方 还升级了 沈罪自嘲 但是他想不通 自己犯下了怎样的明天大罪 可是一连好多天 都没有人审问他 终于在半个月后 审讯室大门被审罪打开 气氛神秘 主审问 在你所写我所知道的代曆中 你提到军统之属通讯员崔万秋这个人物 他和什么人来往最密切 审罪立刻明白主审的用意 崔万秋公开身份 是上海大晚报复刊编辑 经常写崔捧演员蓝萍的文章 作为头头暴力 蓝萍自然是崔万秋家里的常客 而蓝萍正是江青 多年后 沈罪在回忆这件事情时感叹 一生中我做过的最聪明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四人帮帮凶的刑讯逼供下 没有承认认识与崔万秋有密切关系的人 事后我得到确切消息 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志 为了要讨好江青 还下条子要枪决我 台湾方面阻止骨肉亲行 最后相见 1981年5月7日 杜玉明逝世 在临终前 他拉着妻子曹秀兴的手 艰难的嘱咐道 我死后你哪里也不要去 共产党待我不保 出去会招人画饼 让曹秀卿伤心欲绝的是 当他发电报给台湾当局负责人蒋经国 请求他允许在台子女反路奔丧时 迟迟得不到回音 虽然他知道 那时台湾当局有了政策 凡是被共产党释放的前国民党人 统统是叛徒 台湾拒绝接收 但是蒋经国竟阻止骨肉心情的最后相见 这让曹秀卿心寒之急 最终他等来的是周恩兰夫人邓颖超的慰问 秋行香却登上了去台湾的飞机 他此行是去探望弟弟 怀揣着周 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秋行香转到香港 办理了台湾地区旅游证 见到五十年未见的兄弟 他老泪纵横 秋行香离开台湾的前一天 蒋伟国要为他送行 按时到达赴约地点后 一个自称某部门办公室主任的陌生人拿出一份表格 说 我知道您在大陆生活艰难 请您在下面签字 秋行香立即明白了陌生人的意思 他比意衰 淡定地说道 我在大陆收入宽裕 我这次来台市探金房酒 不是叫花子伸手要钱 同时那次送行 讲伟国要秋行香谈的台湾观感 秋行香说 我在台北看到一个书名叫斐情炎剑 这样的书名以后不要用了 现在都已经基本实现了两岸三通 不应该再骂来骂去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